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云迪近日被拍到羽翼美女深夜吃火锅 一次性恋情曝光 当天她独自开车前去接长发美女 不过车开到中途 她却突然踩刹车下车 据摄影师爆料 李云迪下车后戴上帽子 踏入花塔时 还脚底一滑台站稳 她左右巡视见周围没人后 她立即走进树丛 当街松开裤子 拉剑随地小便 小便后 李云迪去车前往某个路口 接上了长范美女 两人有说有笑意同想往某个坐电用餐 吃完火锅后 玉云迪与美女并肩同行 该美女面容交好身材高巧十分漂亮 有酷娱乐报道 网友对于她这样的身份地位 却随地小便的行为 都指责 觉得这比室内吸烟还严重 太不文明了吧 监狱其外 外许其中 也都觉得 这样还没拍到实在太尴尬 报道指出 李云迪1982年出生 18岁的李云迪在2000年获得第14届消防国际钢琴比赛冠军 2001年 李云迪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家 2018年2月 李云迪次登央视春晚 表演了钢琴协奏曲《黄河颂》 此外 李云迪在2012年 被聘为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研究院副院长和专业教授 李云迪和朗朗 被誉为是中国钢琴家的两张名片 两人不仅在钢琴造艺上PK 在爱人的选择上 饮食场被拿来比较 李云迪与一美女深夜吃火锅 一次先恋情曝光 取材自微博